期待再一個星期 終於收到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Leica 在2024年的11月21日 就發佈了這一套相機和鏡頭 分別是Leica M11相機 和51.2的復刻版 這個版本不是普通的顏色 這是一套黑漆版本 即是Grossy的黑色 相機和鏡頭在之前的影片 都有介紹過 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看資訊欄 看相關的影片 這套相機鏡頭其實有不少爭議 首先有朋友會覺得它不是限量版 相對來說是沒有那麼矜貴 以及不值得收藏 在相機方面 就不是採用最新版本的M11P設定 而是用了11的設定 分別就在內存部分 11P就是用256GB內存 而這部M11就是用了64GB 還有就是沒有了CAI的電子水印 而且螢光幕的保護玻璃 就不是藍保石面 至於鏡頭方面 就不是用黃銅打造 在磨去黑漆的時候 就不會露銅了 在繼續下去之前 我想說說 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很多原來都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選擇全部通知 一有新片上映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你 你亦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精彩的影片 好了 說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去開箱 現在的相機全部都是用走掃的設計 基本上是沒有膠的 除了它有一個膠袋之外 其他都沒有膠的部分 有一條USB-C的線 一條背帶 還有一顆電池 而這顆電池會和機身配合 都是用一個黑漆的版本 那我們是看一看一看相機 用了一個螺絲 就代替了一個Logo 其他部分都是亮漆 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按鈕部分 變成了一個銀色的 在底部份 都是做了一個黑漆的處理 按鈕位都是保持銀色的 在機頂部分 都是用了一個P系列的處理方法 黑左 Leica Leica Camera Wesler Germany 寫著Leica M11 還有一個Zero Number 那我們比較一個普通版 和一個黑漆版的比較 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裡 變成了銀色 接著那個撥盤 其實都是黑漆版的 是亮亮一點的 正面就是沒有了Logo 其他部分都是一樣的 底部就變成亮漆 背部份的黑字是不同的 普通版是寫著 Leica Camera Wesler Made in Germany 而黑漆版 就只是寫著Made in Germany 可能和上面 就不想有太多的重複 原來撥盤方面 這個紋理都有少少的出入 這個普通版只是一間間的 而這個黑漆版 就有菠蘿釘這樣的效果 看來側面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樣就可以拍到 如估計是462張照片 在這個拍DNG最大尺寸的時候 拍到差不多500張 對於一部這麼特別的版本的 M11來講 其實已經是足夠的了 我想斷故 為什麼沒有人會用一部 Bat Pink去做Drop 現在就開箱 51.2的伏黑版 黑漆版本 在Packing方面 和之前的普通版 已經是不同了 嘩 很漂亮 這個Hoop是一個亮黑漆的 連底蓋也是 好 拿一支鏡出來 然後有些Shirt 這個面蓋 這裡真的很漂亮 立立靈 還有一個大大個 Leica的字樣 鏡身方面 這個光圈環很順暢 很柔潤 手感非常好 在字方面 就轉了 尺數 就轉了 是紅色字 你可以叫它做紅尺 那米呢 都是白色的 遮光罩 我不扭下去了 講到這裡 其實我也有一個 自己的想法 雖然這部相機 就不是一個限量的版本 但就可以令到更多的朋友 用一個合理的價錢 可以擁有它 這部相機 雖然採用了M11的設定 但在外觀方面 其實和M11P 基本上是一樣的 至於在內存方面 64GB 其實是給你 不記得戴SD卡的時候 使用的 我用了這麼久 M11 其實我覺得64GB 一般的情況 都是夠用的 就算內存再大 其實我也是用不著的 對一般人來說 Ci的電子水印 可能這一輩子 都不會用得著 所以有或者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不所謂 至於顯示屏的藍保石面 防刮花 內磨 但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的手機 在使用的 康寧玻璃 跟M11的那個 其實是一樣的 而且每天帶著它 在面積方面 就一定比相機的大 我用了這麼久的手機 我真的甚少會畫過機面 況且會黏一個保護貼 就算是相機 也不例外 其實康寧玻璃 已經有一個足夠的硬度 在一般的使用情況 其實你是分辨不到出來的 在鏡頭方面 雖然就不是用了黃銅去打造 但是就減輕了很多的重量 以一個普通版的黑色來說 大約是400g 如果是用黃銅去打造 鏡身的重量 是會多了50% 說真的 又有多少人 會用鏡頭用到露銅 其實是不是黃銅 你都不會看得到的 去到這裡 我就想大家給一下意見 你會覺得這套相機鏡頭 比普通版貴一點 你覺得是OK的 請在銀幕打個OK 如果你覺得這套相機 其實是膠智相碎 完全是割韭菜的 你就在下面的留言板 打No 說到這裡 就是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以及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 請你給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看了我這麼久的影片 很多朋友原來不知道我們是有實體點的 我們有like 一系列的鏡頭 以及相機 無論是數碼 或是片 至於鏡頭 又有R 又有M 又有銀色 又有黑色 還有 其實是有全新的貨品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們 或者是來我們的店 去了解一下 再者 就是說 我們也是有一個網站 如果不是香港的朋友 其實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在網站直接購買